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蜘蛛精卫报恩帮他看清世界 得到了王权富贵的次名青铜 王权家族不会允许一个妖怪的存在 这背离了家族既定的规矩 王权富贵为了带青铜离开 愿意背叛家族受万箭穿心之痛 最后王权富贵因为燃明之之折扬寿而死 与青铜在相思树下越好再续前缘 500年后 王权富贵转世成了王富贵 又想摆脱王权富贵的影子 甚至还想住杀了青铜 最后还是深陷在与青铜的感情中 又不甘心青铜喜欢的是王权富贵 只能学住前世的模样一遍又一遍悬问像不像 而在网友放出的狐妖小红娘王权富贵片的路透 正是王权富贵带住青铜与王权家族决裂的一幕 路透里 李一同饰演的青铜浑身是伤 鲜血已经浸施了衣裳 而成一出演的王权富贵双手放在地上额头紧贴的面向父亲告别 然后单膝下跪 先让受伤的青铜坐在自己腿上 癌兮的手环绕在一把抱起 看似普通的公主抱 有很多不合格的男演员 徐卫洲抱不起乔欣 帅锅乔欣快头大 还在抱完之后狂甩手 林更新抱不起赵丽颖 还吐槽少吃典范吧 王权宇抱不起李兰迪 只能用单架抬住走 所以 当看到李一同事先坐在成衣腿上 然后再被抱起来时 我有多惊讶 普通的公主抱已经考验了大多数的男演员 这个难度几乎是翻了倍 成衣还是轻轻松松 一点也没见费力 就这么一个动作 成衣的男友力爆棚 我能被惊艳好久 严格来说 成衣这几年的发展都在我的期待之中成长 尤其是2023年暑假当的莲花楼 更让我看到成衣的抗拒能力与战绩 所以丝毫不用担心成衣在王权富贵片会遭遇滑铁卢 唯一难受的是 按照现在的拍摄速度 王权富贵片应该会在2025年才上线 现在就有经验的路透传出 这难道不是一种勾引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